春节期间各地商圈人潮满满 但有民众回到高雄 特地来到新绝江商圈 发现看板还停留在2022年 直说人潮不如以往 位在新绝江商圈路口处的这块看板 标注2022年为耶旦节的朝圣记 现在都已经2024年看板依然没换 过去被年轻人视为逛街圣地的新绝江商圈 春节期间实际观察 虽然还是有不少摊贩 和游客逛街采买 但越往里头走 商店越少 一整排店面贴出招租 店面租金变便便宜 但人潮没有回流 店家严重出走 PTT网友感叹 连过年都没人 比六合还惨是被放生了吗 这是我们的预算挪去别的地方以后 所以没有去把它换下来 外地的游客来新绝江可能会比较少 我们旁边停车也不好停 距离新绝江商圈约1.7公里 距离的六合夜市却有起死回生的迹象 春节期间人多到看不到镜头挤得水泄不通 它是不是红色小鸭也没有带动一点买气 就感觉今年比较有人潮 红色小鸭还有演唱会 所以客人外线市都进来高雄市 今年也编列商圈硬体优化工程经费 协助商圈改善硬体建设 对比新绝江商圈卖流行服饰 六合夜市主打小吃 两个地方属性不同 今年电商崛起 加上其他商圈互相竞争 新绝江商圈如何将人潮给拉回来 门面招牌得先好好整顿 跟上时代 3D新闻天区大臣云安高雄报导